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G-LUX聊天球频道啦 我是你们主持人李恒瑞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这个今日课题 当然就是要聊一聊 目前效力Burusha Dortmund 德甲多特蒙德俱乐部的 这一个妖人Erling Haaland 这一个妖人猩猩 要进步到球王的这个推辩 是否又更靠近一步呢 Erling Haaland要再度进化了吗 他是否要像上个赛季的 Harry Kane看起啊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事不宜迟 我们进到今天的 这一个今日课题 来跟大家聊一聊 Erling Haaland 他这个赛季可能在 Dogman进行的 进一步的蜕变 还有进化啦 我相信大家对Erling Haaland 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相当的陌生啦 相比前几年来讲的话 肯定是更多人知道 Erling Haaland到底是何妨省胜了啦 前几年还在这个 红牛萨尔十堡效率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开始注意到Erling Haaland 尤其是那一个赛季的欧冠杯的比赛里面 被利物浦分配到了同一个小组的这个红牛萨尔十堡 当时候就是有这个Erling Haaland作为他们的胆箭头 在那一个赛季的欧冠比赛里面打出了他的名堂 曾经一度跟漫年传出了很多的肥油 毕竟这个漫年的主帅Oligon的Socia 可说是Erling Haaland的这个启蒙的这个导师 在这个默默的Model的这个挪威球队的时候 是两个人同时起步的这个地方 当时候Socia是这个Erling Haaland的这个教练 Erling Haaland在这个红牛萨尔十堡转回到那里 打出了状态过后 漫年也是一度非常的希望要把他从这个红牛萨尔十堡挖角 到这个Old Trafford老特拉夫的球场 可是没有想到经过了六个多月的这个洽场过后 最终Erling Haaland逝选择去到了德甲这个多特蒙的Dotman 去发展他的这个职业生涯 而且他也不慌多让在德甲马上的打出了一个 非常良好的这个初始赛季 而且他的这个进球数字非常的恐怖 而且在这几年来讲的话 年仅只有21岁的这个Erling Haaland 是否就是球团的下一个球王呢 从妖人进阶到球王的这个过程里面是非常的艰辛的 毕竟这几年很多人对Erling Haaland的评价就是 有速度会进球 可是除了进球以外 好像没有其他的这个贡献 很多人就觉得说 嗯 Haaland身为一个先锋 他最主要工作就是进球嘛 可是像是其他人的这个审美观都不一样的话 就会觉得说一个球王应该要做到面面巨大 像是这个Lino Messi啊 能进球能助攻定位球了得 而且这个上赛季银巢的这个Harry Kane 也是让人看到一个全能的前锋 应该做成的这个效应啊 身为单箭头来讲的话 这个年代的这个底下单箭头 不能只是死死的在进球内等着球 而是要更多的回撤到中场 做这种助攻的这个部分啊 Liverpool的Roberto Fermino 很好的做到了这个指点效应 这一点能够分球给这个Mane和Sala 然后这个Jerud在法国国家队也是起到了这个 占这个单箭头指点效应的这个作用啦 能够分球给Mbappé跟这个Antoine Griezmann啦 不过这两个人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虽然讲能够做分球撞墙的这个作用 能够做单箭头的这个指点效应的能力 可是进球数据上始终没有办法达到这个 让人觉得说单箭头应该有的这个效能 Harry Kane是上个赛季 无疑让人觉得说哇进球数可以保持着 然后又可以在进攻助攻数上面 持续的长红的一个球员 上个赛季营潮的这个进球网跟助攻网 就是Harry Kane啊 这个赛季很多人就觉得说 Harry Kane真的是全欧洲 最完全最全面化的这个单箭头 即使Earling Haaland进球数据很漂亮 即使Levan Dossi可能在这个 分拳把握能力上面比Harry Kane更为致命一点 可是在这个一个单箭头的全面化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妖人前锋啊再度进化了 不只打进了两颗进球 而且提供了两个助攻 在那一场比赛毫无疑问的 获得了当场的比赛的全场最佳 Earling Haaland两个进球两个助攻 让很多人觉得说 嗯 我们是否又要看到哈兰下一步的蜕变了 Earling Haaland会不会就是向Harry Kane看起来 他有没有办法在这个 很有可能是他在Dortman的最后一个赛季里面 剔出他的这个身价 吸引到明年夏天更多的这个豪门俱乐部 再度去对他进行追逐啊 为什么是明年夏天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 哈兰跟这个Dortman的这个合约里面有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已经将在明年夏天激活 一旦这个条款被激活的话 Earling Haaland的违约金就只剩下7300万英镑左右 哇 7300万英镑这个价码是漫年这个夏天 买掉这个Daden Sancho的这个价码 7300万英镑买到一个妖人的球网 买到一个未来几十年内 可以跟这个Empapé一同去搅足 这个金球奖的这个绝对的竞争者 Haaland Empapé可以说是足球 未来的这个两大军群 在这个Mexico Ronaldo开始老去 开始退下这个球王的座位过后 这个Haaland跟Empapé是决决对对的 这个有实力去接班这两个球员的这个候选人啊 所以对Haaland来讲的话 哇 这一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对这个Frankford 马上给人家看到 他不只能进球 而且还能助攻效应 难免会让人看到一点点 上个赛季Harry Kane在隐潮这一次啊 就不知道说 Earling Haaland能不能够保持着 这样子的这个态度 这样子的这个数据 进球跟助攻上的数据 这样子敞红下去 保持着这样子的这个状态 让我们看到更多 这个Earling Haaland作为短箭头的可能性 不只会进球 而且还会助攻啊 非常的期待Earling Haaland这个赛季 在Dogman的表现啊 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底下 让我知道你们觉得 Earling Haaland有没有办法成为像Harry Kane 这样全面的前锋呢 不只能进球也能助攻 还是你们觉得说 这一个 哈兰在D场比赛对上Francford 法兰克福的两个助攻 只是这一个 昙花一线啊 还是像我一样期待 可以期待的去看Earling Haaland 这个赛季的表现 看他有没有办法去复刻一下 Harry Kane的这个表现呢 可以在留言区底下 让我们知道啦 今天的这个影片非常的短暂 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各位 拜拜